11月5日,赵薇在香港举行了她的最新专辑《天使旅行箱》记者发布会 会上赵薇表示,与以前相比,自己在这张专辑中无论是选歌或是拍摄MV 投入的心血都是最多的一次 目前在大学念导演系的赵薇虽然希望有一天可以自己能够导演电影 但是现在还是喜欢当演员的感觉多一些 这张唱片我自己参与的特别多 就是以前出唱片都会全部去交给音乐总监 然后自己其实只负责唱的部分 但这次我投入很多心血 就无论选歌呀,还有那个歌词的选择 包括MTV的主打歌都是我自己拍的 所以有时候想付出爱心更多 所以也带着它向天使旅行箱 所以也带着这张唱片来到香港 我在念导演系也要教作业 所以我就把这首MTV当作业交给了老师 老师说还不错这样的 然后又没有兴趣可以拍电影呢? 希望了,希望有机会可以自己去导电影这样的 据说你下一年要拍一部电影,对吗? 是自己导演的,做一个毕业的作品 对,但是没有那么快 因为我现在手头上还有很多别人的戏要拍 我还是喜欢当演员多一点 目前,所以当导演除非是真的比较空了 然后又为了毕业的压力可能会去拍这样 正在拍摄电影赤壁的赵薇由于工作关系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休息过了 谈起绯闻对象力圈,赵薇表示 对方只是自己的干哥哥和相识多年的好友 而自己目前还没有时间顾及感情的问题 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真的像一个工作狂一样 然后朋友和家人都没有时间见面 然后要不再拍赤壁,然后要不就宣传唱片 然后有一两天假也会去不同的地方去做工作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休息过了 嗯,李全是我的干哥哥,也是我的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其实不代表你单身的时候跟别人去吃顿饭呢 跟别人一起去看个歌,看个演唱会啊 就谈恋爱了 对,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也真的没有时间 而且关键我现在在做着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事情 音乐,电影,上学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让我觉得很充实 嗯,好像没有那么需要去考虑个人的问题这样子 嗯,开始吧